黃國昌他們中南坡 他們家族在開營造廠 現在黃國昌 他曾祖宗說的服務處 他的服務處叫營造廠同地址 就是黃國昌的服務處 設在營造廠 就是這樣啦 黃國昌的服務處 設在營造廠同一個地址 這個營造廠的這個府警員 裡面大的鼓動 叫黃國昌他們中南坡 好幾乎有關的 因為名字一樣嘛 名字一樣 這家家要聽 黃國昌說他11月就拿到什麼拆除 可以拆除那個執照啦 高清都還沒聽 奇怪的 找不到工人還是怎樣 高清也還沒聽 過年之前也沒資料聽 不是啊 不是中南坡的公司 你說一下就好了 應該可以優先排拆吧 如果真的有錢的話 應該是因為民進黨執政啦 啊 那就缺工啦 缺 三缺 對啦 缺工啦 對啦 缺工啦 這可以選民進黨 這要好好檢討一下 對啦 這算民進黨 有什麼要檢討啊 政策會要檢討 算民進黨對不起黃國昌啦 對啦 現在找不到人 問題是要缺工啊 對啦 缺工啦 黃國昌 你比較認真 你的家裡的事情 因為現在每個人都會 盯著那個房子啦 你現在做什麼種招 還假期假期什麼二月六花開 他其實在玩一個遊戲呢 黃國昌創造這種名詞 對啦 讓人感覺說 哎唷 嚇黃國昌想要上班 北洋都不想要上班 大家都想說要等那個過年之後 過年之後再過一個禮拜再上班 黃國昌你錯了 你錯了 你這樣說了 你會害到那兩萬年的恐怖情緣 好 我們請教藝傳哥 那你看如果 我們說黃國昌如果真的有那麼多時間的話 你道德魔人嘛 你之前不是說你的戲子違建要拆 那你不趕快趁過年趕快拆一拆 不是過年很有時間嗎 好 而且四叉貓發現拆除公司跟他服務處的地址一樣 好 現在掃出資料了說呢 登記的地址就在黃國昌服務處 就裡面有一個叫合合營造的 那現在四叉貓查出來說 可能是黃國昌的骨子啦 另外一個橫合營造呢 可能是黃國昌的岳父啦 所以這樣子搭在一起說他拆除了公司 要幫他拆違建的這個公司工程 就是他的岳父的公司 這樣子合理嗎 應該是這樣說啦 就是黃國昌 他們中南坡 他們家族在開營造廠啦 現在黃國昌 他曾經說服務處嘛 他的服務處叫營造廠同地址啦 就是黃國昌的服務處設在營造廠啦 就是這樣啦 黃國昌的服務處設在營造廠 同一個地址啦 這個營造廠的這個服務處人 裡面大的股東 叫黃國昌 他們中南坡 好像有關的 因為名字一樣 名字一樣 這家家要拆 黃國昌說他11月 就拿到什麼拆除 可以拆除執照啦 高金都要不拆 要不拆 奇怪的是找不到工人還是怎樣 高金也要不拆 過年前也不知道要拆 不是啊 不是中央班的公司 你說一下就好了 應該可以優先排拆吧 如果真的有什麼 應該是因為民進黨執政 缺工 三缺 缺工 這可以找缺工 這可以找民進黨 這要好好檢討一下 這算民進黨有什麼要檢討 算民進黨對不起 黃國昌 現在找不到人 原因是缺工 對啦 缺工 黃國昌 你認真 你的家裡的事情 因為現在每個人都會盯著那個房子 你現在做什麼種招 還假鬼假怪 什麼二月六要開 他其實在玩一個遊戲 他動作 大家都應該是這樣 很多人都不知道什麼叫做開議 他們二月一號是不是開始上班 報到啦 開議 二月一號開始上班 他們每天都在開記者會 選民 你像我們選民的朋友 月圓資 好 現在做立委都在選民 給我們 早上議員跟照嘛 你不要這樣說 人家說很認真 你這樣 現在繼續認真 他有發春聯 還有現在做立委 繼續認真 你說月圓資有去開議嗎 月圓資你二月一號臨薪 到現在都還沒開議 那自己的薪水不是有照理嗎 二月一號 二月一號報到就是開議啦 那是限碼規定啦 所以我要說黃國昌創造這種名詞 讓人感覺說 哎唷 今天黃國昌想要上班 別人都沒想要上班 大家都想說要等那個過年之後 過年之後 過一個禮拜上班 教導你應該是快來上班 黃國昌現在要說的是 其實那個開議說的就是 看電視傳播裡面 議場裡面 大家都要拍拍做的時候 那種是黃國昌的定義 叫開會 那就是一家在開會 除了那鍋子以外還有很多鍋子 還有委員會很多記家會 什麼辦公室 協調什麼案子的 民眾陳情 叫官員來 大家來對的那種的 那種才有算開議 那也是在做工作 做工作 在領薪水 所以黃國昌用開議這兩個字 讓人家以為他最認真 他想要上班 其他立委都沒想要上班 他想要營造這個 黃國昌你錯了 你錯了 你這樣說了 你會害到立法院的公務 很嚴重 你如果真的民眾在開議 民眾在開議 桌子上總會有東西吧 總會有東西 今天起床 三點開始起床 六到五點 繼續五點 立法院總不能下班了 明天早上桌子上沒有東西 今天加班 這樣就會這樣 加班要加班什麼 裡面要寫什麼 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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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離婚 他關火要做什麼 不是 離婚 他放在床上 去床要寫什麼 我真想 你搞什麼 那是韓國瑜要討聽 院長是韓國瑜 不是啦 不是啦 開會 游錫光不是院長的 開會委員會先決定 然後再選擇委 我覺得 蔡大 你們在立法院是少數黨 所以我們要反熱這個 你們在替國民黨煩惱 立法院的員工如果不滿 這個時候要問誰 一個是問院長韓國瑜 國民黨的 國會第一大黨 其次不滿 是問黃國昌 黃大委員 立法院現在跟你們民進黨無關 你在關心立法院員工 你們會不會過來 你們要怎麼辦 所以你看黃國昌現在感覺起來 就是那種班上 要扮演好學生 跟老師邀功的角色 但是改我大家都蠻不爽的 大家請教一下范老師 我覺得回到那個 他猜違建這件事情 因為之前不是一直說要猜嗎 如果你要把道德高度 拉到那麼高的話 那你就要言以律己 那你看你現在說 猜見公司 跟服務處同的地址 也發現是你岳父的公司 那黃國昌現在說什麼呢 板橋服務處的房子是老婆的 老婆的爸爸的公司 也登記在老婆的房子 那有什麼問題呢 然後甚至就點名了 賴清德萬里老家 公益信託進度到哪裡 不是 怎麼突然要扯到那邊去了呢 我覺得黃國昌就四個字叫道貌黯然 表面上看起來非常沉到道德 道德的魔人 對不對 都要求言以律己 事實上是這樣嗎 那是假象嘛 就像他說 明天就開議嘛 你把這些助理當作什麼 你把其他的立委當作什麼 你為了證明說 我真的是急於開議 我要勿力重工之外 你沒有真群其他人的意見 我覺得這是非常的 為了沾顯自己 然後去消費別人 這是很糟糕的 他的違建 他佔用國有地的違建 是有猜 但是他整棟的寄存文件 他沒有猜 因為他說他是寄存文件 他就不猜 對啊 對啊 你的道德標準何在 他不猜 現在新北市政府沒有叫他 馬上猜 他是寄存文件 那是他自己選舉的時候假 自己說要猜的 自己說要猜的 多清廉 多怎麼 多手法 所以他就自己要拚 是他自己看要拚 沒人叫他拚 你自己承諾在前 現在又說 寄存文件不用猜 還是把賴清德 那個所謂的老宅拿出來 考試 我是覺得沒有必要 那而且你要猜 又找了自己的岳父的公司 叫橫河營照 但他覺得奇怪 就是匪水不漏外人鐵 然後你昨天成立的新北的 你的所謂的服務處 是在板橋區 雙石路一段六號 竟然也是橫河營照的所有土地 然後負責人叫高輝 不知道是你的大舊子 還是小舊子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你為什麼都跟你自己的 老藏人的公司 小舊子的公司牽扯不親 你要猜 你可以找其他公司 你為什麼要找橫河營照 這會不會有什麼隱匿的問題 對啊 大家會覺得說 是不是到時候要猜的時候 有些可以猜 有些可以不要猜 有討價還價的空間呢 我覺得你既然要 你既然要做 就開大門走大陸 不要讓人覺得說 這個好像一幅 那個肥水不漏外人鐵的感覺 大家會覺得你就有瓜葛嘛 所以我覺得今天 這個讓大家覺得就是說 你黃國昌 你之前在跟韓國瑜 見面的時候搂在一起 被韓國瑜強勢爆住 簡稱強爆的方式 當然看起來你還是面露微笑 那未來你是不是願意要跟韓國瑜合作呢 所以我覺得大家覺得說 你的這種標準真的是不一 那今天這個對 這個有人質疑你對不對 這個林俊憲質疑你 你就說好像一副不屑一副的樣子 層次不夠 層次不夠 林俊憲人家擔任立委 多久 多久借 還是靠自己選上的 你選過一屆 蔡典被罷免掉 然後這次是不分區 選前都在單挑賴清德 對啊 他覺得林俊憲層次不夠 我是覺得同樣是都是立法委員 不需要用這種方式大小眼 就像之前那個陳學勝也講 他在跟黃國昌當立委同事的時候 進頭一個電梯 黃國昌正眼就不朝他一下 也不跟他講話 目中無人 眼睛長在頭頂上 我覺得這種人 他還想選所謂的新北市市長 要選地方首長 這個字叫正通人和 你正通人 正不通人也不和 你還真的像許會被選新北市長 我必須要講 你先跟你的立法院的同僚 好好建立友誼 好好溝通 這才是上辦 這才是正辦 否則我真的覺得 你不要想現在當立委 又想著要選新北市長 這樣子的好高霧遠 我覺得不是一個政治人物 應該有的行為